各位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嘉宏的自然解说 那么今天这番棋也是我在野狐八段的对局 那我是拿黑的 一开始下这个新小木剑跳的开局 那这个也是我前一段时间非常惯用的一个布局 对此白棋靠上来 我就直接下班完打后一贴 这个定时我确实下了非常多 那接下来白棋大概就是打吃完长 那我就拐吃回去 后续就看白棋是要单拐 然后还是他要跑一下 我刚才说就是这时候白棋长 我就拐吃回去 然后看他要不要跑这一下 还是说就单拐外面 两种下法都是可以的 好那如果说他单拐的话 我就直接吃住 那如果说他长一下 我得粘 那么我白棋这长一下 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贴的线手 那贴的话相对来讲 这颗纸会比较有活动力 所以要贴到一下之后 白棋接下来还有两 算两种选择比较多吧 就是这个点跟这个点或者是中间的拐 那他拐的我就跳 他点的话我就也贴这边 所以算是看他手哪个 哦白棋选择了点了 看来这个白棋对定时也是非常熟悉 那这个定时的话呢 就是白棋点完之后我贴后 断 我自己是断比较多 另外我好像也有看过有这个 敲出来的 然后敲出来的话白棋可以选择 好像并在这吧 然后我后续吃在这边 然后白棋在封住之类的 哦总之这个这个定时好像几乎怎么下都是黑棋取地 白棋取外室这样的格局了 那实际这个图呢算是白棋一开始棋的木数比较多 但是他相对来讲外室也蛮可观的 哦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下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就拿到比较多木数啊 那后续就得提防一下看不能让白棋的外室发挥的太好 当然就是这样子 哦那白棋这时候再长 那黑棋大概就拖先了哦因为这边 不太会再去出头再去吃这两颗啊就有点小了哦 因为白棋他也不太会去搬这边因为搬的话我这边拐吃 呃他就少了这边贴完后续打的这个利用 所以他暂时是不会来搬的哦 那这个变这个变化图 我觉得一开始黑棋在右下就确实占据非常多的实地 那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要提防白棋这些这些外室哦 他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我就赶快先挂过来 想说稍微限制他一下 那这边白棋 嗯我自己是会比较想要走一些夹攻的路线啊 看一间低甲三间高甲 或者跳应该也行哦 哦他走一个二间高甲 这个二间高甲也是少见 也是现在比较少见的变化了 哦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好像有讲过 就是二间高甲后续被人家点33不舒服 但是他这个场合点33 他有没有可能挡这边挡这边再长 那就定时是贴旗 那现在帮能不能尖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还是点脚吧 这边如果跳起会好吗 跳他跳我飞完再飞 这是就定时 但总感觉这个连接上不是很完整 我看我还是点脚好了 哇那这一开始真的拿超多实地 右下左下 因为你这33一点肯定也是拿定时的变化 呃拿这个拿实地的变化 不知道他讲什么 哦那他还是挡这边 这样子我就半战后跳出 不过这样子好像白旗外围啊 的这个势力范围好像有逐渐越来越大 但有时候看决翼的胜率我觉得其实 比较难直接反应在人的胜率上啊 因为有时候看决翼的你觉得还不错的局面 然后他给你胜率却是可能只有55开 然后有时候你觉得哇这个好像不太行了 结果胜率其实是还不错 这都有可能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参考 哦这个左下他没下啦 这个段不香吗 这个段他觉得不大是吧 不过右上这点脚我应该也不太想拖先 哦不过挡哪边是要抉择一下 这我如果再联班吃个脚会不会有点太太 太捞空了 但是还真有点想联班吃脚 还是说我要考虑发展这边吗 发展这边就是我可以后续拐之类的东西 不过这拐是大旗吗 这一手拐怎么怎么怎么觉得好像没有很大 那个拐到底大不大 不知道 还真有点想联班吃脚 就挡这边然后再联班吃个脚 不知道怎么样呢 不过现在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很想要拿个先手去断这个 确实 两种想法 哦那我最后选择挡 那我想要拿个先手 看能不能就藏一个 然后赶快来断 他如果非我就赶快去左下断了 这个还是大吧 这个被他沾我得跳吧 那他外面总是总是有他的发展 这起我就还是要抢 哦他这边走一个爬哦 他如果 我如果搬他要搬留个断就对了 想要留个断 确实 我搬他这边留个断的这个战斗 哇这也不知道怎么样 总觉得他这个 这一排在这边 我如果留个断点 跟他形成战斗 是不是比较不利啊 我看我来走一个场好了 如果他要再爬 我觉得是可以拖先 这个断我觉得比这边打 那他如果非那我当然更欢迎 但先应该是会爬 爬我觉得我就拖先 然后他可能连扳起来嘛 我就打穿场之类的 这样子大家不知道怎么觉得 觉得怎么样 哦他还是回来了 结果右上只是一个幌子啊 因为我这边 我拐下 拐下应该不太像 这个 他 左下跳还是比较大 对啊他刚才也不知道为什么 去拖个仙 其实 呵 没啥意 好 那看来这边 终究还是一场梦而已 因为他随时要回去沾 肯定都是决仙啊 那他左下这个东西 我要怎么整他呢 是不是有可能 直接这样跳起来洗啊 或是这样夹进去洗 哦 如果是绝翼 我觉得是不是就夹进去洗了 因为有时候我看绝翼 他的变化 譬如说这种二肩高甲 或二肩低甲 他后续就直接马上夹掉了 马上夹 然后直接打虎 夹他斑我就直接打虎 或者夹完就单跳 直接开洗 是可以考虑 试试看好了 我今天走一个地沟流 直接在二路这边开洗 不是开洗乌龙茶 他这边除了斑也有可能 虎头上 不过虎头上我就斑 他这个应该断不 他这个断 头上要先吃我一拳 应该 应该不好 不好收 他怎么下呢 他如果说斑 我考虑斑虎 那他可能会 虎头上 然后我就三路飞出 我是觉得还行 一开始真的是洗蛮多的 果然 一路斑 那我这边 如果头上跳起来的话 感觉他会刺一下 然后斑 斑过 这样子我好像就浮在上面了 我是觉得可以直接这样来 诶不过我这边 我记得 我是不是也有看过这种 三路跳的变化 我什么印象有 三路跳一个他挡 我就扳一下 然后头上再跳起 能不能这样下呢 可是我觉得这个 这一块我要攻他是不现实的 因为人家周围都比较厚 我要攻他应该比较不现实 我看我还是虎这个 是说虎他如果靠我挖的话 他可能内打完顶一个 这样子 这样我应该也不怕 我就在这边走起来 应该都还OK 那他现在如果虎头上 我就三路飞出 他夹弓我也还好 贴起来 看起来不难处理 好选择虎这边 这有不可能弄他 被他断打 应该不像 还是赶快 赶快走出来再讲 那现在这个两颗就轻了 现在重点是这边 把他稍微破一破就洗出去了 不过他中间这一块 还是要多提防了 因为这种一开始捞空的棋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实力大幅领先 但是有时候中盘被人家攻击一下 走着走着 突然对方起一大锅 突然唯一大块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这都要多小心了 现在他这边 你不要看他这个 搞不好等下一跳啊一飞 突然脚上起三十木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这些都要多小心了 敢不敢沾啊 这人家这边有靠下 我冲上来提掉 这会不会有点过分 这会不会有点过分 我是觉得我就赶快跳出去了 好不好 还是这能搬吗 9 8 7 6 5 4 3 2 看我就赶快跑出去 他这边提 我总不会怕他这个提吧 所以 这先赶快跑 刚才也有点想要说要不要震他 不过震感觉有点送他失控 但是这个其实 总觉得打入机会也不大 因为我自己这块薄 嗯 他这边走一个三尖高甲 这甲过来当然是想要弄我这块 不过我这边有四颗耶 因为一般三颗 当然是可以三尖高甲 四颗 我四颗应该不会怕他吧 这要不要回去沾啊 沾这个 总觉得他有夹下去的手段 看起来不太舒服 这边我先反夹一个好了 四颗总觉得 相对是比较厚一点 相较于三颗 不过相对来讲 是不是脚上的利用也少了 因为本来三颗的话 有些什么搬完跨的手段 三颗他飞的这样的话 有些搬完跨 或者是这边尖之类的 诶是不是四颗反而 疼我是不是也少一点 好没关系我们就 边走边看 反夹 反夹先跳出 这边其实有点想打入 但是 打入不知道有没有成算 因为怕把自己外面走薄了 因为我现在外面薄起 其实有好几块 跳这个 这能不能从下面这样捞过啊 其实我刚才这个跳 我觉得有点考虑要不要这种 靠完一段 把它捞过 捞过去这样 这如果能快速按定 我觉得 是可以考虑的 8 7 8 5 好像还不错 好像效果不错 那这时候飞好像有点慢一步 因为他这一块 已经有点变比较强了 他会不会强硬分段什么的 或是这种肩完斑 肩完斑 我是不是就委屈一下 委屈肩过这样子 肩完斑我就肩完一下可以虎一下 肩完虎一下 其实还可以 其实还可以 如果能虎到这个 我觉得他不会转 哦 直接补住了 哇 这一手 我怎么觉得 看到这一手 我觉得有点不太妙 哇 我这盘棋 好像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下 我本来一开始觉得下还蛮顺 看到这一手 我觉得他下得非常不错 好像不好应付啊 好像不好应付 等一下哦 突然没没节奏了 这敢沾吗 沾总觉得他长一下 这个有靠一下 哇 这个沾不动我还是有点累啊 刚才没去打如果真的 是 8 7 7 5 4 3 2 哇 该往哪走 我不知道怎么走 没头绪 想说先把这个加厚 等一下还是有K他的这个机会 但是真的 真的 真的有点没头绪 不知道走哪 他这光干提量子也是非常大的 哇 这一手真的 下得特别好 我感觉 他感觉他下得特别好 这点过来应该只能拐出啊 这点过来应该只能拐出啊 他是要在右边开展吗 哦 飞起 诶 这个就让我飞下了 还是说这边有手段可以把我切断吗 靠这个 靠这个我就顶断感觉 还好 诶 他这边不下是什么意思啊 诶 点一下然后跑去四路飞 这有点奇怪哦 哦 走这个 哇 这个这么狠 尖他硬藏起来就对了 等一下哦 看一下 9 8 7 6 5 头上先靠两下好了 好像下面已经过不了了 靠他就硬搬下去 想说先来中间走点棋 中间走一下 他可能会往头上长啊 我就这附近跳出 哦 再靠 哇塞 这招式都一套一套的 这谁受得了 顶完断就被他挡了先手利用 哇 这个很难下了 他怎么下的这么好 这靠我这边硬不动 他挡先手的话 我这一条感觉要坏 哇 直接贴住 哇 这个挖他又 断打他又挖吃出来 我现在先断吃这个有用吗 先断吃他好了 断吃一下 然后这边好像还有个尖吧 好像也还好 有下的那么好吗 定睛一看 不知道交由时间来解答 等一下下完我们就知道他下了好不好 讲这什么废话 先吃的再讲啊 总不能让他全部兜成实控吧 这边后续在尖 感觉他就 不太敢再硬阻度了吧 他自己这边也挺薄的 看起来 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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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冲下的话 冲下完这边有个胯下 这个胯下有用吗 9 8 7 6 5 4 3 2 1 好像 看不懂了 算不清楚 我先把他冲下 想说他如果要提 我这边有个胯 哎呀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怎么下比较好 我就这个胯下来 他不能再冲上来 冲上来的话 只脚上一斑斩他死掉 所以他现在必须得去脚上斑斩 脚上斑斩那我就再来爬 还是干嘛 站 9 8 7 6 先贴这个 这个贴 能不能外面先打一下 打感觉他就滚出去 他就滚包出去了 应该还是不行 诶 是不是我刚才能不能抢个先 脚上斑斩好像也杀不了他 诶 他假我可以粘住 所以刚才脚上斑斩是没活吗 不过这边如果被他吃了 他吃这个我还可以挑出 诶 对诶 所以我刚才是不是脚上可以去斑斩了 9 8 7 对哦 我刚才不知道脚上斑斩会不会好一点 不过这个一吃其实也蛮大的 不过这个一吃其实也蛮大的 因为我现在这边吃完后续一飞 这边 其实还是蛮大的 也不一定拿个好 诶 结果他脚上还是没补啊 诶 脚上还是不补啊 是他觉得火脚不大 火脚不够大吗 我感觉也挺大的 搬档 搬档 沾 他这个贴我就 沾住确实是 诶 沾住他搬这个 沾住他可以搬这个 沾住他搬这个 有个 有个打劫是吧 沾住他搬 我如果要杀 那 这边好像留一个打劫 好没关系 他这边把我断掉了 他是 看中中腹的这个 滞空拳 他想要掌握中腹 嗯 确实他这个本来 本来这三颗还挺薄 现在多了这个断 变成有潜力了 5 4 3 我这边先断好了 留他一点味道 那脚上其实我也还没进吃到 这边后续可以有一吃 还不小 我这先把他沾出好了 这个就 他靠不下去了 沾出还是挺大 把这个 整块给走好 他这边可能得补一下吧 不然我这边 譬如说稍微尖起 他这一块看起来还挺重的 这我 我感觉会想要去飞一下 然后这个沾 也有点把这一块的眼位给走起来 哇这么狠啊 这么狠啊 我先顶起来 顶他是要团吗 团还退 退被我挤过了 他应该会团 诶 他还是退了 退的话 我还是把它挤过吧 不然他这边一组度 我这一块 看起来累一点 那我这个后保就很重要了 现在这起后保 后保很关键了 因为我现在目数肯定还不差吧 白起全盘 这左上其实还是 欠着一个靠 那左上如果不看成实地的话 白起全盘确实目数不多 哦 他现在把这个走回去 那他就是放弃 本来脚上有的打结的变化 哦 不过他这一个一捞 其实实地也非常大 诶 还是我刚才这个沾 应该回来这边补呢 对哦 确实有可能 这个一补非常大 诶 这个起非常大 我刚才是不是应该去这边走 诶 他不是吃住啊 沾这个 沾这个有比吃便宜吗 怎么觉得略怪 好像有点怪 他这个沾在头上 还真挺奇怪的 左下这我怎么弓会比较好 贴 是不是把它贴出去 好像把它拱一拱也没什么东西 把它拱一拱也没啥东西 9 8 7 6 5 5 4 3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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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5 5 5 6 腳上可以多打一下 他不能斷外面斷我提 他打死我就粘住直接活腳 腳上還可以多打一下 這挺舒服的 他應該還是要提吧 這挺奇怪的 我現在全盤後保目數都不差的情況下 應該黑騎士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 剛才的一些選擇有點奇怪 像是腳上輕易放掉 那 還有像是 剛才外面這個沾這邊不吃也是挺奇怪 然後還有剛才這個退被我簡單擠斷 這樣子讓我上面走得很厚也都蠻奇怪的一些選擇 這邊又被我把腳上給端掉 這黑騎活得很舒服啊 我就沾就好沒有必要跟人家打結 我覺得黑騎現在應該是非常不錯了 只要注意這一塊 不要走薄了 注意一下這一塊不要走太薄 然後中間不要被他 圍出一大塊空 基本上我覺得 就非常不錯了 而且他現在這邊還欠著 有點欠著要貼出的味道 反而現在他外面還有點薄味了 現在 點這個 點這個就沾了 我現在重點就把這個走後 我這個斷吃突然覺得 也挺大的 這一個斷吃到這邊 本身木數非常大 而且 後薄上已經完全無憂慮了 他現在可能會從這邊來追救我 他先點這個 點這個就撞了 這沒什麼大不了 他如果要長什麼的 我就馬上斷吃這個 哇這超大 喔 有機會來吃了 這個吃住我覺得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他這個 點完長 他其實下面這邊 是 有點漏風的 這完全沒有圍到空 其實是沒有圍到 好 我左邊的薄味也徹底消除 那白旗確實全盤沒有木啊 只有 這邊一點點 只有這邊一點點木吧 然後左上也剛剛也被我破掉 其他的就真的沒什麼木了 這黑旗應該確實是非常不錯 而且 全盤 也沒有什麼薄旗的 需要擔心的 5 4 3 2 那就中間不要讓他走大就好了 但是看他這個 現在要 圍出什麼大空 看起來也不太可能 這個立下 立下 小飛就虎住而已啊 小飛就虎住啊 點進來更不用擔心 小飛就 尖一個 或者說虎住 對啊 左下沒什麼騎啊 那我就把他這個走掉 7 6 5 4 3 2 用飛的會好一點嗎 飛跟斑 飛他拖我敢斑嗎 斑他就斷 飛他拖完斷這是什麼東西 我吃 應該不會怕他了 拖我就斑 欸 斑他可以頂是不是 斑他頂 斑他斷還是頂 我其實吃不了他兩顆 我覺得不想落後手 在這種無聊的地方 我趕快把他中間 潛力破一破就好了 我就簡單的 這邊稍微破掉 然後中間 看要怎麼把他潛力破一破就好了 這個應該也不用再去追究他了吧 雖然其實 這貼過來我覺得他也是有點小麻煩 欸還是貼被他加死了 喔 那還是先不要貼他好了 欸 這邊有個虎其實也挺大 喔 這個虎不錯欸 突然發現 這虎完一頂他這邊有挖斷的問題 所以 哇他這邊 是不是還得補一下呢 頂完有一個挖斷 我擠這個 擠這個 擠這個 也不大 喔他 不過我剛才沒有去償掉一下 其實我可以去償掉一下 對阿這個擠有點逆收了 但是也不大就是了 橫并過去了 喔確實這樣是可以補到斷 不過我這邊搬出 算了不用考慮這個 搬出其實有點也沒有什麼意思 5 4 3 2 喔這中間跳一跳好了 呵呵 頓時有點不知道下哪裡了 這優勢真的應該還是比較大 對啊 這跳其實還是遠遠狙擊著這個搬的味道 哈哈 7 再去斷 喔他這邊都把我這個給逆收到 這期 還是我把這尖過喔 這個木數非常大喔 9 這尖過 這木數確實非常大 其實我剛才也不用跳這個 好像今天這個更大 是可以不用理他啦 繼續破拉中間的潛力好了 9 8 9 9 9 就簡單說說關就行了 後面應該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多大變數了吧 就走好走穩就好了 等一下把這擋住算了 走穩 好那白旗投降了 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前面布局雙方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實戰進行到這邊我走到左下二路夾 那決議是推薦我可以在左上去掛 那 雙方在這裡就進行一個一間低甲的定時 不過實戰我這個二路夾呢 跟他這個掛其實勝率也都差不多 所以也都可下 那後續走到白旗的虎過來呢 決議是推薦我應該用尖的比較好 因為實戰這個飛的話 後續會被人家 這邊有個打吃 那兩顆是有點接不上 那接下來的話 他這邊有個靠下的手段 所以說兩顆接不上的話 對於整體的這個厚薄上 就會比較有影響 因為實戰後來就看得出來 他逼住完之後這邊一打吃 其實如果黑旗這兩顆不敢沾的話 那整塊的眼位根據地是會比較差 所以就應該照剛才決議推薦 不要用尖的 那尖白旗長的話 那黑旗就先手虎一下之後 左邊山路跳出 這樣子的話 整塊旗的根據地明顯是更加理想的 好那這邊逼住完 再打吃之後 就浮現出剛才講的那個問題了 那這邊決議是推薦 我應該頭上用斑的 不要用跳出的 斑看起來是比較緊湊一點 那麼白旗他的攻擊手段 蠻特別的 直接飛一點過來 那麼黑旗也跨出去 哇這個蠻激烈的 白旗反斑黑旗粘住 我白旗這邊硬擋住 那黑旗再粘住 白旗也沒有在左邊補斷了 直接上面開展 也是 就直接拖先了 挺瀟灑 不過最後還是補回來了 那 看起來這個斑應該是比較好 因為斑完下一步就可以立刻沾出兩顆 因為實在我這個跳的話 好像還是有點不太敢沾 因為他如果這個場有先手的話 一樣可以去跨下 甚至 即便沒有這個場 他們跨下 單跨也是 也是成立的 好像 這個跳就比較鬆一點了 看起來斑是更緊湊 好那在上面被白旗逼過來的時候呢 決議認為我這個反夾完全OK 那麼白旗大飛 黑旗跳 白旗跳 黑旗二路飛 這可以說跟實戰算是如出一側 所以我們實戰算是下中了決議的變化圖 也是蠻有意思的 不過我這邊再問了一次 他這邊改成沒有用跳的 而是用拖完斷 確實 因為我實戰是下了跳嘛 但是我後來也有想說 好像拖完斷也是不錯 確實這兩種下法都是OK 那這邊白旗他就是沒有用飛的 改成用跳旗的 不過這樣子對於3-3的防守 是會更差一點 黑旗直接點腳明顯是可以活一塊的 不過這樣子走的話 黑旗也是要擔心 這一塊的保衛還有 這邊也是有一些白旗的利用 這樣子可能這一塊會 接下來重點就是看這一塊白旗攻的怎麼樣 好回歸實戰 二路飛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再來白旗補的時候呢 決議認為我這個虎過去也是首選 所以這番旗其實布局雙方都下了還可以 那麼虎的變化我們看一下 白旗應該還是要把這個 貼住了 這就把兩顆吃住 這樣子讓黑旗這一塊呢 他的根距地還是比較受威脅 而且這個白旗一拉回去這顆的話 這邊黑旗就產生一個被點的問題了 所以黑旗他是馬上透過這靠完長 把這個眼位給補好 把這塊走後 那後續呢白旗這邊尖 也是強調這邊有個跨完斷 這樣子就可以把黑旗分斷了 所以 不過黑旗沒有馬上補 先右邊飛 好實戰 他這邊應該還是要下 這變化跟剛剛一樣 那他 這個 的意圖 我有點 不太了解他的意思 他點過來之後 那當我拐的時候你總得 你如果說想要破這邊的空 或者說想要進行右邊 那至少應該走回去啊 或者小跳 柴爾至少應該在這邊走吧 那 實戰是立刻飛旗 就有點沒看懂 因為這顆 先交換一下 好像也沒有賺啊 那決議推薦的變化我們看一下 他是扳完一下之後 左邊他是沒有再貼了 直接刺過來 但是黑旗可以反跨 那走一下之後 黑旗又到右邊來下 這邊雙方有點 這個 各自走各自的 都各種拖線 不過這邊一逼住 這白旗這顆看起來是非常危險 所以他這顆旗其實還是 比較不明白他的意圖 那接下來在上面的攻防呢 我這四顆的處理上沒有走得很好 因為前面本來勝率上漲下來 但是走幾步我有點降下去 那這邊白旗飛的時候 我應該就腳上直接扳虎 就趕快能度過就行了 扳虎的話 他如果沒有要強行阻渡 因為他如果硬要阻渡的話 我這個先手一扳很舒服 而且這一塊 下面是有眼位 那中間要走眼位 或者說這個還有頭可以出去 所以 要處理起來應該 應該不會太難 那白旗被我扳這個的話 目數是非常受傷 所以他這邊是用打的 那這樣黑旗就可以趕快連出去 那趕快走後是最重要 接下來 白旗一樣回到左邊這邊 不過他黑旗倒是沒有靠很長 改正用點的 那這邊這個跨也是白旗可以利用的地方 總之我這邊可能應該扳虎 這樣子處理起來會比較好 那靠 我實際上靠的話 他是推薦我往同樣長 不過這邊 看起來白旗去組個度的話 這邊變化還是蠻複雜 那實戰 他這邊還是依然推薦我要去扳虎 那這邊 白旗也是用打的 那黑旗要扳 就變成說 實戰跟剛剛那個變化圖的區別在於說 我這邊多走了幾顆 那 必須對白旗這塊發浪攻擊 否則前面這個投資就白飛了 所以就飛過來 好 那實戰我這班的時候他去擋這個 我那時候 一時沒看清楚 以為是什麼 非常好的妙棋 因為這樣我斷的話 剛好被他挖打出來什麼的 然後他這邊有個衝的先手 但後來發現我這個斷 他好像 也沒有什麼太厲害的招法 所以其實他這邊就 就樸實無法的這個退 趕快把這顆子吃住就OK了 那 這三顆的話 其實 黑旗你要說 能把他攻的特別慘 或者是吃他嗎 應該也比較難 好 不過在腳上扳虎的時候 他還是趕快先堅住去了 可能飛過來還是稍微有一點 他的嚴厲性 好 所以他這邊就應該吃住 實戰這個擋的話被我斷 反而白旗其實沒有什麼所得 那這時候他還是應該反打 所以說中間會被我提腕 這個後續還有這邊打過來的手段 但是呢 白旗這樣下應該還是比較好 因為實戰粘住被我一吃的話 哇 那白旗等於說毫無所得 這一塊也有點沒公道 那原本右邊一退的話 可以吃到很多木樹 那現在也全沒了 這邊也還欠著一些斷的味道 那實戰走到這邊一跨的話 那白旗的勝率就完全不行了 所以 比較關鍵應該是這時候 這時候如果反打的話 應該還稍微能救一下 那當然前面這兩手吧 這個檔跟這個反打 應該 這個沾啦 就是應該走在前面這個檔 應該走在退 那後面這邊應該反打 那實戰 這邊被我吃住的話 後面白旗就比較不行了 好 那這盤旗跟大家看到這邊之後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